福克斯最新实力排名显示,随着选情对共和党越来越有利,民主党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变得越发渺茫。 预测显示,共和党将以236席比199席稳拿众议院多数席位。 对共和党来说,最差情况将是在众议院拿到223席,最好的情况是斩获239席,无论如何都将超过218席的多数党门槛。 而民主党最差的情况是拿到186席,最好也只能达到212席,大概率会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权。 不过在参议院方面,两党的选情依旧胶着,双方都在为最后的关键一票而战。 最新预测仍是共和党以49席比47席领先,但最终仍将由六个战场州的激烈角逐来决定参院的控制权。 目前,宾州民主党籍副州长费特曼与电视名人奥兹之间的角力最引人关注,两人的民调也相近。 在州长选举方面,六个摇摆州中,民主党人在其中的五个州展开防守,预计将保住马萨诸塞州和马里兰州。 而随着犯罪成为纽约州的主要关注议题,共和党人泽尔丁和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。 根据最新的福克斯全国民调,通货膨胀和犯罪仍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,而共和党在这两个方面的支持率都达到了两位数。 华尔街日报11月1日发布的民调也发现,选民对经济和国家走向的悲观情绪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点,堕胎议题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, 使共和党在选民的投票热情方面更具优势。 新台湾电视台记者施锦综合报道。